一、二、三、四、五、六 未来国小幼儿园学童 知七的脸蛋 练起空手道超认真 不过虽然气势与架势十足 看起来还是很萌 你今年几岁? 五岁 为什么想学空手道? 因为想 打扮坏了 为了让学生强健体魄 以及有自我反护的能力 未来国小一年多前 成立空手道社团 聘请屏东县空手道委员会总干事 吴国华教练指导学童 因为学童越学越有兴趣 练习时间除了每周两堂社团时间 现在还会利用放学后 晚上六点到七点半的时间练习 因为教练与学生的努力不懈 他们在比赛场上大放一彩 我们学生的成绩 一直以来都是全国前三名的学生 每次出去都很多是前三名的学生 那这一次福尔摩沙杯 去年是第一次参加 我们拿总冠军 那今年是第二次 就是二连霸也是总冠军 我们教导小孩子练空手道 第一个是训练他们的突破 然后再来就训练他们吃苦耐 因为练空手道中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运动 所以从小就让他们能够练习的事 那么再来啊 再来就是他们的人格品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就是能够替我们拼风线 能够训练出一批好的选手 归来国小在福尔摩沙杯 勇夺全国空手道国小精英组 团体锦标赛第一名 并荣过15项个人冠军 教练归功于孩子的努力 吴国华说 归来的孩子能吃苦 所以即使在闷热的地下室 大家还是能很专注地练习 当初会练是因为 想学一下防身 就是防身 就是不会被同学欺负这样子 想说可以练个防身术 而且越练越好玩 为什么想要继续练 因为可以保护自己 归来国小全校163名学童 已有40人加入空手道社团 校长王景玉表示 相较于球类社团 空手道虽然是 较不用花钱的运动物值得推广 因此学校计划将空手道 纳入体育必修 除了让孩子有自我防护能力 也希望能为屏东 培育更多优秀的空手道选手 未来国小高手道歉 频道新闻 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导 广各府洗手道